大家好,歡迎來到日更頻道,現在馬上和大家更新澳門兩宗確診個案的情況。 根據澳門應變協調中心表示, 今日新增了一宗輸入個案是34歲的男性內地居民, 她在珠海拱北口岸地下商場庫議層中通快遞做事, 但她就在澳門居住, 和珠海的個案有共同軌跡, 今日核酸的結果就是弱陽性, CT值是39, 她同住的人第一次檢測是陰性, 而這個病例在昨晚10點之後才來到澳門, 她的CT值就比較高, 風險評估就說是比較低, 另外第二宗就說輸入個案是21歲的女性澳門居民, 她的父母在12月19日在葡萄牙經德國、 新加坡去澳門首次核酸檢測陰性, 而她的父母在11月1日核酸陽性, 去到11月9日離開隔離設施解除隔離後, 第三日出現復陽, 她的女兒在今日核酸檢測也是陽性, CT值16, 她住的地方也是紅馬區, 這個病例是大學生來的, 就在四季明匯的38餐廳實習, 而現在這間餐廳就暫時關閉, 而政府方面就為餐廳工作人員和其他員工進行抗原測試和核酸採樣, 進一步評估風險, 而個案密切接觸者將會安排醫學觀察。 而這名21歲女患者每日早上午5時50分離開家, 坐員工巴士上班, 她上班時間是上午6時半至下午3時。 11月12日風險行程包括行高士德吉大商鋪, 去到13日下午4時至6時, 曾經是去到威尼斯人展覽館D館, 參觀粵澳明優商品展, 亦都在餐飲區進食, 之後傍晚6時半坐以15日巴士在銀河酒店, 去到阿瑪拉前地巴士總站, 去到晚上7時至8時去了新伯伯伯購物, 曾經去1樓、4樓和7樓。 而政府方面表示, 今日新增2個個案經過判斷對澳門大型活動不會受到影響, 所以應該會照辦, 另外會不會做全民核酸檢測呢? 應變協調中心表示澳門一直採取如果是疫情不清晰, 或者出現社區傳播才會進行全民核酸檢測, 而今次2個病例政府說不存在這種情況, 所以就無計劃做一個全民核酸檢測, 而同這些個案有共同軌跡的人是需要做一個三日兩檢的動作。 今集疫情資訊同大家更新到這裡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 下面留個言,我們下集再見,拜拜!